封建社会里 女性的地位一直处于底层 社会制定了一条又一条的规矩 附属女性的思维 比如说三从四德 嫁鸡随鸡 纵观封建社会女性的一生 她们从来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小时候不能读书 长大不能出远门 即便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也要听从别人的安排 一旦有所反抗 就将面临私刑的惩罚 在广东的一个水潭里 发现了大量女性的残骸 专家在经过调查后 揭开了一段残忍而可怕的黑历史 在封建社会里 女性不止地位低下 而且绝对不能做出反抗 一旦做出反抗 那么就将会面临极其可怕的惩罚 女性一辈子只能待在家里 相夫教子 如果她们想做点其他的事 就会被人指责为不守护导 不仅会面临精神上的压迫 还会直接面临身体上的打击 我国古代就有专门针对女人的私刑 其中最可怕的无疑是 庆猪龙 庆猪龙这种私刑 广泛分布于我国大江南北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这种私刑才在全国范围内消失 在广东梅州市有一个水潭 这里风景优美 水温恒定 水质清澈 是游客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去处 该水潭大约有50米深 由于水质极其清澈 站在岸上 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潭底 水潭的潭底有着各种各样的岸流 漩涡 即便是专业的潜水者如果不幸掉落下去 也有很大的可能不能生还 潜入这个水潭非常危险 但也给了潜水爱好者一个挑战自我的机会 很多潜水者在做好安全措施后 就前往潭底挑战岸流漩涡 在一次潜水者潜入水底时 他们意外发现了几十具残骸 这些骸骨异常猙獰 身上还绑着铁链 把潜水者吓了一道跳 连忙扶上去 潜水者以为自己误入了某个凶杀现场 连忙报警 警方在听到了有人发现了一个有几十具骸骨的水潭时 高度重视 马上就派出了大批警力前来调查 可到了之后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意识到不对 这些骸骨至少都是上百年前的 于是转而通知了考古部门前来查探 考古部门很快也到了 通过一系列的探查 专家终于整理出了这个水潭背后的秘密 由此揭开了一段残忍的历史 通过现代仪器对这些骸骨的检测 再加上当地的文献 原来这个水潭里的骸骨 都是居住在当地的李氏宗族后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些骸骨绝大部分是女性骸骨 之所以会死在这里 正是犯了李氏宗族所谓的族规 在当时如果有人犯了错 通常不会选择报官 而是选择在宗族开一个宗族会议 然后在这个会议里决定人的生死 通常对女性的处罚会更加严重 男性如果犯错不是很严重 挨一顿打就可以了 女性如果犯了错 那么极有可能会被庆猪龙 李氏宗族的总人数并不多 但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 这个水潭里也积累了数十具女性遗骸 由此可见封建礼法的可怕 这些女性所犯的错 其实很多不能算是错 如果把他们的错交给官府来评判 很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庆猪龙这种私刑 从来都是以私刑的形式存在的 但官府的责任也很大 他们一向知道百姓有这种私刑 但从来都不制止 采取了一个视而不见的态度 这就更加深了古代妇女的悲惨命运 净猪龙这种刑法 不光会直接剥夺女性的生命 还会给女性的家人带来骂骂 这是一种从精神到肉体的残忍酷刑 古代的残酷刑法还有很多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朱元璋的剥皮冲草 这种刑法是极其不人道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这种刑法虽然不人道 但也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古代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 一个县的官府也就十几号人 根本管不了权限诸多的民众 这也是官员采取视而不见做法的客观原因 虽然私刑不可取 但也的确惩罚了很多违反社会秩序的人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 治安良好 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过小日子 只要自己不犯法 从来不用担心刑罚有一天会落在自己头上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男子通过山东限制发现果木 意外赚得四百万 专家大骂 有眼无珠 古代出现一种官方的盗墓军队 名叫摩金校尾 由曹操设立 这个军队专门用来绝秋 俗称盗墓 主要用来贴补军饷 因为曹操的部队当时粮草不足 于是设立了发丘中郎将摩金校尾等军饷 专门靠盗取墓中的财物来弥补军饷 时至今日 还有许多民间盗墓团伙 不过这种行为已经被列为违法行为 山东渠府出现了这样一伙盗墓贼 他们通过研究古代山东限制 不仅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 还成功将其中的文物盗取出来 不过这些盗墓贼实在是有眼无珠 将这些无价之宝转手卖出四百多万元 听起来这些钱财很多 其实根据专家鉴定得知 那些被卖的文物价值远远超过四百万 所以专家才怒斥这些盗墓者 有眼无珠 带头的理性男子通过研究取府县制 发现了一处地下墓室 为了发财 纠集了一帮亲戚朋友以及育友 到达书中所说的位置后 他们先是用铅探探测古墓的大概位置 确定位置后 再用洛阳铲开始挖掘 遇到墓室外壁后 再用炸药将其炸开 随着这伙盗墓贼进入墓室中 将一大批玉器精器 银器 铜器 石器 挖到出来 其中还有八个玉石材质的小人 每一个小人都价值连城 最后被团伙内的人瓜分了 因为第一次到墓的分赃不均 导致了团伙的分裂 所以理性带头人 又找来其他人 再一次到墓室里获取文物 这一次的文物更加珍贵 不仅有玉器 铜器 铅器 还有保存完好的漆器 他们将文物装满五个袋子 才肯罢休 随后 他们又多次进入墓室获取文物 他们将盗墓取得的文物 低价卖出 这让专家心疼不已 那些国宝级的文物 被如此糟蹋 简直天理难容 等到这些盗墓贼落网之时 这些墓种中的14座墓地 已经有13座 被移为平地 最后一座最大的古墓 为汉代鲁珠王墓 虽然这些盗墓贼都已经落网 但是丢失的文物 已经找不回来 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这些文物并不是属于某个人 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而且低价售出的是对文物的糟蹋 实在是让人心疼 对于盗墓这种行为 从古至今都有很严格的处法 根据大明律规定 凡是将坟墓挖掘出棺材的人 将会被处以100的杖刑 还要被流放3000里 而打开棺材见到尸体的人 就会失以绞刑处死 而挖掘坟墓没有看到棺材的人 会被施以100杖刑 判刑三年 如果家中有知情不报的人 一家老小都会受到处罚 如果故意损毁他人尸体 也会被处以100的杖刑 还要被流放3000里地 除了大明律外 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处罚 轻者被罚作劳役 流放到边疆 打开棺材的人都会被处死 由此可见 古人对于逝者是极为尊重的 因为古代人非常迷信 认为盗墓是有损应得的 而凡事要以死者为重 如果人已经死去 就不要再去打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